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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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天是《华严经》的课程 讲的还是华严一海百门 已经讲到 它是第一原神汇集门的第二小段 入法戒者 讲到入法戒者的第四行 今天从《然此一臣与一切法各不相知 亦不相见》 这里开始讲 开始讲 正义一臣 就讲到你大决心体 从决入决的根本心中 随缘的最初的起行 那就是那一臣 也就是这个入法戒者 这一篇文字当前 最初叫《极小城原启事法》 所以当下就是告诉你 就在哪里 就在你的根本的大方广 佛华严体上 你看到那个既然决心啊 就从大决心 大决的根本的心体上面 毕竟能够随缘开发处 开发安部处 所以正当他能够开发安部时 就是那个臣 就是那个臣字 所以臣这个字要怎么样 你才能够心中才能够有所体会 因为我讲过这个经文说 所有的一致的解释 它不是只是在消文字而已 它是真正要所有的行者 在听如是经文时 将来你真正能够在心中能够贯穿 能够明白道理能够起行 那怎么样才叫做贯穿 就是你真正能够在心底深处 能够解读如是根本的大觉 心体如是的自信 你若是真能如是解读 真能如是明了 将来就在这个解读明了当前 就是一切将来起心中念 再也不同一般过去烦情 一些夜感造作处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 心体上面念念批波 也就是念念 就在不断的闻思修中 念念在心中不断的增长 张扬出 所以既然如此不是消文 所以就是要你去慢慢 就在心体上当下体会 所以你们要明白 那个觉体必定能够开发 必定能够安顾 你在一些感觉现前时 不就都是它大觉心体的开发安顾吗 但就在这个开发安顾 到现前的随缘的元气所现当前 我们跺在元响 就变成了一切元起的最末梢 就在元起的末梢 从此以后你就背绝合成 就是背绝合成 因为在背绝合成时才有种种暗昧 种种妄想 种种业感障碍 就在这个妄想障碍之时 我们采用了个判诚 我们才会被判诚凡夫 但这么大的势力被判诚凡夫的 如是的过去无始皆来的妄想势力里面 其实哪个不是你根本的大觉心体的根本妙言 所以你明白心体的妙言时 纵然现前是元起的种种感觉 种种随缘的种种原相 就在原相的种种感觉 当前你都不叫暧昧 你不叫暧昧而且能够知道感觉 那不是开发 那不是安部是什么 所以那不就是大觉心体的根本的佛华言体吗 那就是那个佛华言体 所以就当你能够如是开发 刚好有两个字没有声音 就是那个佛华言体 就当你这个当前 当下你能够开发当前 所以你就会知道 那个决心当下就是什么 从觉入觉处 决心必决 一定决 大觉必决 所以在必决处 你似乎就感受到 决起灵敏 似乎就有灵敏 其实那个灵敏都是决体 那个灵敏根本就是决体 但是因为你必决故 所以他在一切随缘当下 你就似乎在黑随缘处 你就似乎有照黑的种种灵敏 现在我说黑还不是剁在黑的最末上 而是你随着种种缘黑 圆白当前任何缘起当下 你就从觉入觉的作用当时 你就感受到 他必定有一个随缘的最初的 照线的动作似乎的灵敏 就感觉到他就能够印种种原线前 那个灵敏 但这个灵敏 所有的灵敏的作用 不就是决心必决的作用吗 所以决心必决不更说灵敏 但是因为必决故随缘当下必现灵敏 究竟就能够现出灵敏 所以每一个感受上面 就会发现心底深处 他就是如是为你这样子念念呈现了 必现出的灵敏 在这个灵敏最初那个灵敏时 叫做一点灵光 灵光初点 最初开始出现的时候 初不是那个初来的初 是初一十五的初 灵光出现 最初现的那个灵光 本来根本就是绝 但是因为随缘似乎就有灵光 那个灵光出现的时候 就是那一点灵敏 你就在这个一点灵敏时 用到世界 用到我们用到中国的老祖先 道家的道理来讲 那也就是什么 那也就是两仪 两仪诈判 开始时 二仪 两仪最初开始 现前时 但是用到佛性来讲 那也是两仪 佛性当前 你那一点灵光现前处 最初决心必觉 那个灵光现前处 你也能够现出两仪 但是佛门的两仪在哪里说 在真在假在真地假地中说 在有在无在有在空中说 他也是两仪诈判 所以决心现前的时候 你不能够入一切缘起 种种万有 当然能 但是你能够入一切万有处 那就是根本本来信体 本来入一切时 当下信空的根本的灵敏 要是没有当下信空 你哪能入一切万有 因为有不知有 这个在过去讲经 一直不断地跟大家沟通 如是理念 将来你会在心中 你就会慢慢慢慢拿 如是的声音 如是的理念 自己在每一个修行上 能够回光 能够如实为自己架构 你能架构清楚 你将来自己在自心之中 你都不会起疑惑 你不起疑惑 你就不会被虔诚过去 众生以为的种种幻想幻象 还在随其茫然 随其迷茫 所以这才是真正根本拔弃的法门 所以佛门之中 就叫你念念之间解读心性 所以决心现前时 旧有好似 似有似空 是真是假 那不就是两一处判处 两一处那个时候判夕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你那点灵光 那点绝明 所以这点绝明 就是这里面讲的 然此一成 这个成字就是什么 动起为成 就是动起 所以我讲那个中国字 那个动字 动字写一个重 一个例 决心必觉故 所以随缘时 你就似乎就有必觉 在觉上起成那个弊 本来决心必觉 是告诉你决体的一体 决心必觉 那是讲一体 所以你既然在必觉之中 所以你随缘时 你就会觉得那个弊 觉得那个弊 因为它必觉 所以你就会陷起那个弊 既然陷起那个弊 所以最初就是 把整个种种的作用 好像就投在那个弊中 那个必然的弊 投在那个弊中 因为你有那个必然 所以你就感觉到 似乎就真的有如是决的作用 无限前 所以那个叫做动 那事实上那个必然是 决是决心必觉 然后只是随缘 毫似有的力量相寝而已 力量相寝 寝岛的寝 寝国寝城的寝 力量相寝不就是重吗 就是重力 就是重力啊 所以就在这个重力当前 那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晨起之时 就是晨起之时 所以用道家的讲法 用我们老祖先的说法 那也就是在这个灵光之中 就是他道家所谓的道生意 就是道生意 那根本的灵明 那是最初的那个决心 必定入世的根本的 本来的一切 那个也就是 这个经中所说的 佛华言体 那你讲这个佛华言体时 用佛门的角度 讲佛华言体时 那是真正站在那个一体 根本的大觉性格上面 你看到他的所有的一切 灵明的安部 是佛华言体 可是一般众生 所谓的这些佛华言体时 是已然已在 现在你看到一些感受的 呈现的这个表象上面 呈现的这个表象当前 你再说的佛华言体 那就已经是什么 那就已经是头尾相欢了 那就根本都已经是头尾相欢了 所以佛门中讲的 那个佛华言体 是让你明白眼前 之前我刚刚就 譬如刚刚这一堂课 之前所讲的一切的灵明 那是佛华言体 那是一个大觉性体 必然的开发 那是一个总摄 那是一个统合 但是众生就在这个总摄的开发之中 你看到就是现在感受的 必然的呈现 你再说那个开发 再说那个安部 那事实上已经在末了 那这个末还不是众生 烦恼众生达到那个感受的最末梢的那个沉闷 而是你已经看到那个信 自信之中最初信起之末 自信所起的之末 所以这里面要分出 古人就是我们讲的祖先所说的 道生一 就是这里讲到这里 所以你要看到哪里讲的那个道 这祖先讲的那个道生一 虽然还未了根本的大华言体 佛华言体 那你说为什么 师父你说未了 这个将来再去 再去跟大家辩明 为什么佛门之中讲的道理 过去老庄他们 虽然已然已经振得如是自信 已经明白如是根由 但毕竟还未大明 这里面将来是有很多的 这些资料可以说的 那也有很多的这些公案 可以为大家去解释 那这里就先不说 那不说是只是告诉你 那你现在以为老子所说 那个道生一 但我们众生用我们繁琴 现在去取解的都已经是什么 都已经是在感受的 最末少感受的起头处 你说那个道 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跳开感受体会到心性之中的根本清明 你能够体会到心性中的清明 在这个清明之中还分上中下品 所以那个根本不是我们现在 一般人所能体会的 但不是这一般人所能体会的 只是拿这个道理跟你讲 那就是祖先讲的道生意 也就是讲的这一点灵光 就是这个晨也 就是这个心中的 并定从觉入觉的那个根本的动员 那就是晨也 那晨起之时 所以他跟你讲下面看经文 与一切法各不相知 亦不相见 为什么与一切法不相知不相见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动员 这个晨现前的时候 就是大觉心底随原始 所以你会看到你这个心种 就必定因为从觉 必定能够入觉部 所以你在这个心上面 就感觉到似乎就有什么 就有随原始 必就能够成就 如是动起的这种信用 动起的信用 就是那个成效 最初的成效 也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跟大家 要解释的这个道生意 你要体会那个意义 就从这个道生意义中 所以他才能够起成随原感受 上面的一切变化 缘起的变化 既然讲缘 那个缘是什么 但是不断地起成缘起 因为你这个决心 从来没有办法离开过缘 没有缘如果起成绝 就像镜子现前时 它一定要有云原的 你才能够知道镜体现前 所以缘起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因为缘起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它能够照出镜色来时 你站在镜色 镜色全体都是缘起 随缘所现的种种现象 但是就在这个缘起的现象的时候 你才能够指得出来 镜子在哪里 镜体在何处 所以没有一个镜 就像众生的世界里面 拿镜子做评论 没有一个镜体现前时 它能够离开缘起 但是你却要知道 永远要知道 那个缘起当下 其实就是镜体 因为镜体必定能够成就一切镜体的作用 假如不能够启成一切镜体的作用 那还叫镜子吗 什么叫做镜体的作用 镜体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显出镜色 它必定能够随缘 但将来你会知道 原来它能够必定随缘时 就是它镜体的根本 信德就是如此 叫镜性就是如此 既然是镜性就是如此 所以镜子正在随缘时 所有的因缘 缘起也从来 不离开过根本禁体 所以佛们才说 从无心外缘能为心所缘 世界上一些万法尚且是如此 所以你会看到绝体之中 必定能够入绝 所以我从绝中要入如是感觉时 最初一定有个什么 有一个大绝心体 必定能随缘的动起 那是尘 就从这个尘中 所以它启成种种法 它就启成辟出 譬如说启成从感觉到 从觉到感觉时 你就会从感受 好像从绝体之中就向外流眼 好像就有感受的 缘起的种种作用 划线 然后随着线前的感受的不同 然后你启成的种种 现态 现象 状态不同 那都叫做法 但事实上这一切法 这一切的部列 这一切的开发 就是讲到佛华言 这一切的安部 这个华言 那不都是你 根本那一尘所限 就是那个动起 那个相所限 既然都是那一尘所限 那这个尘怎么会跟那个法说相知相见呢 那根本都是一体所限的 根本不必更说相知相见 若有能说相知相见 就是二法 那全乱就是二法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诗 无敬意菩萨 皆仅上保诸阴落 要供养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你不要看那个普门品 你以为讲的只是故事辟喻而已 他讲的都是心性 因为你大决心体的开发 就是观世音嘛 那什么叫开发就是观世音 因为它必定能够呈现一切法固 必定能够同体流出一切万化固 那就是观世音了 同体流出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同体 因为你在决心上看 从觉入一切感觉时 你从决心上解读 从觉入一切感觉 你就算没有证得什么叫大觉 你都能够相信 它根本就一体视觉 你将来明白那个一体视觉时 你就在后面的那一切感觉处 你就不像一般的凡夫 你想还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力量 断了后面的感觉的束缚跟执着 你不会走这些无辜没有意义的路 去走这些 而是你直下就能够担当直指自信 直指照进如是根本的佛性 你自然在一切感受当前就知道是绝体时 你自然在一切感受当前你就知道是同体 能够统体之时你会知道后面的感受 那你还会在后面的感受之中在妄想流转吗 你自然都会明白你再也慢慢你再也不会像过去凡夫一样那么样的沉重 你会觉得慢慢慢慢似乎心中都有念念之间 因为明白道理过念念之间就有那种拔出的智慧 就类似你在静色之前你知道静色是静体 那静色现前就再也没有不像过去那一样的沉闷 不像过去一切众生所见之时那种沉闷那种流转 所以那个你明白绝体时你就知道绝体必定能够随缘的安部开发 那是同体那是观世音嘛 那既然观世音现前出是同体的开发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你看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源起 一个一个的所有的一些从绝献绝的种种成就呈现嘛 从绝献绝的成就呈现那叫什么那叫无尽意 那就是无尽意 你能够明白那个必定从绝能够入一切绝能够呈现的一切无尽意 你站在这个无尽意的性德上就叫无尽意菩萨 你站在无尽意菩萨上刚刚你要是明白道理时 这所有的无尽意菩萨其实就是因为你明白绝体时 就从大绝心体当前统体流出才会成就无尽意 才会明白什么叫无尽意 你才能够担当无尽意啊 讲你不是因为圆面绝体 你不是去思维绝体叫圆面绝体 你就根本不会知道那一切感觉其实是大绝统体 你要是根本不知道一切感觉是大绝统体 你在一切意念的现前处 一切从绝入绝的建立处 你也不可能无尽 为什么 你再黑就脱黑 你再白就脱白 你怎么可能无尽 但是因为你明白绝体 因为你明白绝体 所以你就能够知道那个统体 因为你供养那个统体 所以你在现前的每一个起情动念 每一个意念的成就处 从绝入绝的成就处 你就念念能深入 而且念念能够随其建立 而且念念不多 也念念不拙 那才叫无尽 所以能够觉得无尽的 那从来你不能拿哪一个像 哪一个法来亮它 那是无尽意 所以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跟你讲 无尽意观世音跟佛 根本等三无差别 但是无差别处 所以无尽意菩萨 解尽保诸音乐 尽是什么意思 尽在这边我们穿衣服 我颈是领子 所以颈子是头跟身躯 所相交处连贯处 也表示什么 头是表示脑 所以它是支分 它只能支配一切身分的 那身分就是随 随主随中间的 中间的统领 所以领子在这边 表示什么 表示你站在无尽意 这一个刚刚讲 一切意念里都可以 能够入无尽那个统领上面 你那个心中的智慧与庄严叫保诸音乐 你拿这个保诸音乐 因为你知道 那是因为你明白同体时 才有如式的智慧跟庄严 所以我解如式 解锦上的保诸音乐 就是解如式的庄严 想要回头再说 供养那个同体 那是什么 那还叫做多余 为什么 因为假如真的 站在末梢 你还有同体可以供养 表示你在这个心中就是二 所以叫观世音菩萨不肯受知 你明白那个同体 你明白那个无尽 你知道那个庄严安慕 你知道那个同领 但不是说你真正在这个同领上面 还有一个同体可以供养 而是你知道当下这个同领 统就是统一的统 这个同领是根本本来的同体 所以你不必更说供养 所以你要是再说供养 叫做观世音菩萨不肯受知 所以经文讲说 尔时世尊释迦摩利佛 告诉观世音菩萨 敏诸四众 及无精英菩萨 故受此一落 所以这里面的文章 你都要听好 这里面一步一步 都是告诉你心性之中的安不稳 你站在无精英中想要供养 那根本就是一体 你再说供养就是多余 那表示你在心智上面 你就是没有原容 但是你要是站在佛体上 就似乎好像就能够分得出来 有同体有无精了 你站在无精英上面 根本就是一个佛体中的流出 可是你站在绝体上 你就能够似乎就好似 能够分别的出来 有同体的信德 跟献出无精英的信德 所以要站在佛体上 叫释迦牟尼佛 告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不能站在无精英上面 你站在末少的意念上面 说再供养明白什么同体 再明白什么叫做 大觉心体的根本的一体 一如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痴眼 也就是告诉一切行者 你在心中所体会的一如 你在每个念头当下念念参就 心中已然知道那个根本心体当前 觉体的同体 那是在哪里说同体的 那是因为你心体潜在意识里面 有一念念念什么 念念是佛 就是念念参就如是觉体 那叫念念是佛 是服事的是 所以我常讲 心中一定要有是佛 做佛适者的心 所以你念念是佛 将来你觉得有同体 或者是觉得你在一切念头现前处 你都能够启程无尽时 那是因为从根本心底身处 是佛的身影 所以那个是从佛的身影 告诉观世音 受此一落 所以站在绝体上 你能够看到那个大悲心体 能够受如是一切无尽意的庄严 但是你站在吴经义上面 你站在念头的末梢处 你是根本不能做如是 你妄想中以为有二的共要 这意思就是你要明白 念念就在绝体上参 念念共要的就是大绝心体 所以经文到此 就讲到普门品的经文到此 他就有一句话 吴经义 观世音博仨受世一落 分作两份 经文我不是背得很熟 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 一份奉释迦牟尼 一份奉多宝佛塔 观世音菩萨有如实力 最主要是这一句 那刚刚跟你讲 吴经义也是要原谅 世尊你才能够看到观音 你真的要体会那个绝体 才是真供养同体处 而且供养同体时 也不是你吴经义再说供养 是因为你明白绝体 所以绝体之中自然成就的供养 叫释迦牟尼佛 但是你站在同体供养的这个释迦牟尼时 你看到的就是吴经义 因为吴经义就是一切变化 但是你供养的是画幅 你看到的是吴经义 就是你心中明白你心体 决体中必定能够随缘成就的画的智慧 画质现前时 你看的就是你能担当现前的一切意念的表现 那一份供养你多报佛他 多报佛表报身 报化二法 所以多报佛跟释迦牟尼佛在 尤其是在法华经天台讲 他们是同坐一处 就报化同在一处 你能看到报化同在一处 就是看到法身毕奴哲纳 因为法身毕奴哲纳你到哪里看 法身你根本看不到 你明白决体的报身 你能够在现前的一切作用的画质现前处 你能够念念明了时 你当你明白报化二身时 就是供养法身时 所以法华经为什么只讲 多报佛跟释迦牟尼 你看到这两尊 你就是看到法身毕奴哲纳 所以他一定是一份奉释迦牟尼 奉化佛 一份念念之间 奉的是化佛 化佛现前处就是无尽意 一份奉多保佛 就是这个报身 这个报从哪里来说 从法身上来说的报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这一句话在法华经的这一句话 就是内言经讲的 观世音菩萨 袁东章所说的 上弃十方如来 本妙决心 下合六道终身 同一悲养 就是那一念心中就如说而想 下合六道时 就是供养师尊一切化至现前处 上弃当前 就是供养根本本来的 本来法身的报德现前处 那就是观世音 就表示你明白同体 那个同体啊 你再说感受上 你明白其实都是觉体时 你明白都是觉体的 那当下你明白那个同体的智慧 他会念念帮你供养 供养什么 供养你将来在一个 感受现前的画质上面念念大名 所以你能够担当一切变化 那一个就是让你念念之间 掌养正得你根本的法身 那叫供养多宝佛 所以你当你能够在每个念头上面 已经体会到觉体的同体时 那个同体都还是这样子帮你 奉帮你供养 奉一份奉多宝佛塔 一份奉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才会知道 原来知道那个同体有如是力 真有如是力 这叫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所以一个法华经都不是讲故事吧 你会用到时 你会看到心中就是这样成就的 所以讲这个公案的意思就告诉你 其实吴敬义观世音 法法明了 一面清楚 与世尊观世音吴敬义 在经文之中每一个名字 冥想得恨讲得清清楚楚 但清清楚楚时你都不含 你都还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个别混乱建立 你都还要知道它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一脉流出 既然是一脉流出 它根本不相见 也根本不能共要 你在哪里说共要 你真的能说共要 是因为你原大决心体 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共要 不是你根本站在末梢 你以为你已经能够 能够启程无尽 种种担当 之所以能够启程无尽的担当 是因为你明白决体 所以这个无尽担当 也不是从你无尽之中 你自己建立一个无尽中来的 是因为你明白决体 才有无尽 所以你明白决体的无尽 它同时就是明白决体的同体时 同时就是明白决体的同体时 所以无尽义即观世音 观世音即无尽义 既然是即无尽义 供养观世音 观世音若是有寿 就是二法 所以普门品都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不肯受就是根本不受 不受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体 中间没有受 你将来能够担当 一切感受的无尽处 就是你明白决体的同体时 那根本就是一体 这里面有二吗 但是我讲出这些作用当时 这就是一切法 你可以看到法相 得相力然 但是呢 你却不能够在那边 你却不能够在那边 先不要过来 佛门中的道理 都是教授行者的 所以那就是行者 当下给行者印证的嘛 掌命还在那望说相知相见 那就是告诉你行者 你因地心中 参如是决心 还是不发真心 就是不是真正如实参究 所以告诉你不能妄想 相知相见 不是叫你们刻意用一个念头造作 不要相知相见 而是问你是不是真的如法 念念之间去观察你自己的决体了呢 你要是如法 念念之间 已然知道就是你根本的大追心体 你就当然知道 就在这个上面 不可能你妄加相知与相见 所以我讲说 这个经文是要让你们大家都能懂的 将来在行者将来你能下手的 所以在上面前面的道理讲完了 现前就告诉你 就在这个念头当前 每一个念头当下 那个就是你心中必定的成起之时 就是那个念头当下 你这个念头 你就是这个念头嘛 不是吧 念头最初是他随缘动起 是成 可是念头动起之时 就有黑有黑法 白有白法 习有习的法 怒有怒的法 是不是有一切法相 但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不管你喜悟哀乐还是黑白 那个法相现前 一切法相 或者是心中的种种感受的造作 都是法相 这些法相现前时 是因为这个成中 刚刚能够随缘 你心中能随缘那个动起 相知相见的吗 当然不是嘛 因为那个动起 全部动起就是如是法 如是法就是那一念动起 但是你将来就会在这个心中 你就能分得出来 那个念头当下 就在这一念头当下 有一个必定随缘的动起 那是成 动起当下 马上你感觉到 你马上攀缘的 就是现在的感受 种种呈现 种种法 你想要在这个法上 去知道那个成吗 你还是抓到这个法中 去知道那个成吗 吃人 你想要在这个成中 说可以见乎是法 是他所见所知的吗 狂想 为什么说是吃 说是狂 那就是你还是背诀太久 所以你才会有如是 用众生语言不断的造作的音声 就算你说 是他知他见 你心中都没有办法 真正清正 他知他见 意思就是没有一个真正如实的法 你能够把它讲得出来是 如是成之 成见 这个成 知道这个成见 你将来都会在决心上面 你念念去参证念 大方广 佛华言体 就在这个决心上面 一切的变化 动起之下 你都会知道 这动起之下 就会起成种种的法相 种种的呈现 就在这个呈现之中 你马上就能够收摄 知道它其实就是大觉 最初随悦的动起 所以在这个动起当前 不必更说种种的法相 因为你能够说如是法相 是要你明白觉体 才知道法相 不是成知道 不是这个动起的心知道 动起不过是决心 随缘现觉时 你仿佛以为有动起 所以那个动起不会知道一切法 决心 刚刚讲大觉 必觉 所以你才会觉得动起 大觉 必觉 你才会有动起相 所以现如是动起的相 那个成相 那觉心都还未动 觉心都是觉 就好像镜子现色 有的色叫做动 有的色叫做静 镜子可以现动的色相 镜子可以现安静的色相 镜子不管它现动现静 镜子从来非动非静 觉心也是如此 这根本不是在决心上 所以为什么说华言一海百文 每一个文字都是行者 念念之间在如是大方广佛 华言体上念念推敲的 根本的 它是我们将来真正能够走出生死的灵丹妙妖 没有一个文字 是你可以随随便便 你随便消闻带过 你要是不能够了解 那一步一步的都往下 你就根本没办法体会 所以那叫一陈 甚至于讲到这一陈中 刚刚讲的就是崛起灵明 一点灵光 那就是那一点灵光 灵光出动就似乎那一陈 这里的解释让你去更体会 陈是什么意思 就那个灵明先前始 那就是陈 那依照这个灵明的过程之中 我们就用道家 就是用过去我们这些祖先所说的话 来稍微给你解释那些臣的变化 臣中就是那个动起之下的变化 你那个最初那个灵明先前始 那个就是我们道家 这是中国道家讲的混源处分 混源 混源就在这里 混源所以混字怎么写 混字从三点水 一个日下面一个比 水是什么 水是决心 水决之时的流出流润就是水 那就譬如是佛华言 必定能够安悟的那个华言体 那就有流润像 为什么华言体就有流润像 你明白了华言体时 甚至还要跟你讲到华藏世界海 那怎么没有流润像 那就是一切决心流润时 所以属水 但是那个流润在哪里流润的 流润在一切感受的建立最初的智慧 智德 现前处 那个智就是那个日 从流润建立种种日 本来那个大日 大日是根本的决体 你不能说它种种日 但是大日随缘建立的种种日时 那个就是随缘当前 所以它在下面就起成笔量 就开始笔量 什么笔量 决心献决就有笔量 怎么笔量 就是我刚刚讲的 似乎就有一个什么 就一个从来非种种源的信空 跟必定能够成就一切缘的妙有 那是当下的笔量 那是根本一体的先前 于真于空 于勇于空 于真于假 二地缘容 那不是在笔量 笔字不是只是笔教 那是笔量先前时 是告诉你智慧才能够笔量而出 所以那叫混 然后从此以后来 缘就是头也 就是从缘手之中 你混缘 混缘的意思就是什么 改换头手 你会在下面看到 感受决体的先前 决心随缘的先前 什么叫改换头手 决心必决嘛 刚刚讲的决心必决四个字 将来你永远慢慢在这个上面体会 决心必决 你将来所有的注意力 就会放到后面 必决上 你忘记决心必决其实就是一体 但是它一定能绝实 所以你就会站在后面的 必决的那个决说决 那不就是混缘了吗 所以那就看到那个灵敏了吗 你就觉得那个感受就要先前 那个最初的决心的做 那个智慧作用就先前 那就要做灵敏 就灵敏先前 所以在开始时 是决心开始混缘时 初分当前 它开始慢慢开始酝酿了 所以酝酿在古人讲那叫太义 义就是义经的义 太义最初就是太义 但是义是什么开始变化 义就是变化 开始起成变化 能够随缘随缘就叫变化 所以那个义就是你已经开始酝酿了 但还没有成气后 没成气未成气 只是气而已 就在这个未成气 你的决心开始随缘 正在变化 只是刚开始时 你还不能说它是哪个气后 它只是开始能够担当变化那个太义 所以叫义 它能变化 所以你在这个未成气的这个变化里面 你会发现你就在那个念头当前 你就会往下再深入一步 你就会看到 随现在缘起之时 每一个缘起上面 每一个气氛使然 气氛能够彰显 叫气之时也 那叫太初开始了 所以初字怎么写 初字从一从一个刀 用刀割一割结 就是出 能够出分了 你可以分得出来 初一十五的初啊 它旁边是个椅子补 再一个刀 就是割结 叫太初 气氛 所以你每个念头 你都可以体会到 都是这样的五个变化来的 你虽然现在我们的心很粗啊 一下已经到了感受的末梢 但你仔细思维 你心体就是这样变化的 你每一个念头最初现前时 决心正在随缘时 也是从太义太初 从气氛看 自分 从最初开始能酝酿 必定能酝酿的太义 然后现前的随缘的太初 就气氛开始使然 气氛开始使然以后 就从这里开始 从气起成形体 形态 所以每一个人刚开始感受 现前时最初都是气氛 然后气氛就抓着那个气氛 讲出感受 讲出形态 你每个念头不都也是如此吗 所以当你明白 觉得有气行的时候呢 就叫太时了 开始了 太时 开始的时 太时 觉得有气行 对吧 然后就从这个感受 你觉得有形态 有感受都现前了 完全现前了 你就抓着这个感受 就以为有真实 抓着这个感受 就以为真的就是如此了 那叫太素 素就是素食的素 我们吃素菜的素 太素 素就是形变有值 从那个形开始变成有质量 心中有质量 有这个感受的沉闷了 重量 形变有值 是太素 然后再起成种种作用 那起成种种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 你听到现在人讲到这个 尤其是道家 讲到这个太极 已经是太素之后 他这个太极里面 什么太极生两仪 你讲的那个太极生两仪 就是太素之后 因为我们众生 去解读祖先的文章 你根本没有祖先 那个根本心灵的超越的智慧 你讲的就是太极生两仪 因为你永远是看到 现前感受上面的妄想分别 所以你那个太极 在太素之后 但是古人讲的太极在哪里 在太义之时 那个太极是什么 那个太极是最初的变化 两仪 最初的变化 所以太极两个字 还分头尾 不同 你认知不同 你心中体会不同 分头尾不同 你要明白决体那个太极 最初那个 就像我们讲的极乐极乐 那是根本的最初的初端 那个现前时就是告诉你 决心 那一个决心现前时就是要起成变化时 所以下面是太义 可是你已经不认如实的智慧 你是抓在后面 从那形直都有变的时候 你再感觉到好像真正有两仪 真正有种种阴阳 你抓的这个阴阳 那个阴阳已经变成形直都聚 因为你是抓的感受之中 真有如实异阳 说异阳的 那形直都聚 所以你那个太极 是太素以下的太极 所以光道家讲的这些东西 你要是不明白佛法 不明白决体 甚至于你根本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在混淆祖先的意思 不要说佛门中的意思 你混淆老子的意思 老庄的意思 这道家的意思 或者叫祖先的意思 那都混淆 所以这里面刚刚讲了这么多名字 从太义 太初 太始 太素 也是名字吧 为什么要刻意讲这个 讲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能够明白 那个根本的成员动起最初 他那个心体之中的维系变化 因为要用佛门之中有一些道理 有一些名像跟大家讲 怕大家现在听起来 有个太深闷 太 会觉得很深色 但又讲到道家的东西 讲到太极 或许你们会觉得 有点 心里面会有点 想要吸收 有一点觉得能够让 慢慢慢慢能够体会 但是在目的就告诉你 就从那一个心中 能够献钱都是什么 那不叫一切法吗 就能够开展一切法相 但你在这个一切法相 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个太极 头尾二相 你就知道 假如你站在的是 末梢行之以便 那个太极 你全部都已经抓到末梢 那根本就在 现在的根本众生的 妄想的躁动上面 说的那个成 你说的那个成中 你根本体会不出来 那个成中在决心当下 根本不相知相见 你反而就抓着这个成之中 你老是忘记种种 有知有见 就会躲在一切烦恼 众生的恶意 感受最沉闷处 而难以处理 但是你要是真正知道 那个太极 如果是你知道 是根本就在那一切法 太义之初 就是最初能够起身变化 正在起身变化 一切法相还未写 气都未食 那个太义之初说的太极 你都会知道 就从那个太极之中 你会看到 绝体那个动向的 一步一步的变化 当你明白 那一步一步变化时 你就知道 那一步一步的变化 都是一体的变化 那是整体的变化 所以整体的变化之中 你就不会说 就在那个成中 说相知与相见 但是你就会直下担当 就在那个一体之中 随着它一体的变化 然后你在这个一体上面 你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有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根本心中的清静与超越 什么叫不能体会到 清静与超越 这才是汉传佛教 讲的最深的道理 你明白那个一体 一如的变化时 那个一体同体的变化 虽然名字叫太义 虽然名字叫太初 太始太素 名字又不同 但你知道根本就是一体 全体的变化而已 你明白全体变化时 你到了太初 你就不会忘记太义 你明白一体变化时 你能献太初 你也不必刻意避开 太初的名字嘛 因为你就能担当 就算现出太初 有不同的名字 有如何 一体变化 就现前名字不同 也是一体啊 所以何妨认情 何妨要他 何妨啊 他名字不同了 可就在这个一体变化时 就算名字不同 你也知道那一体啊 所以他就会有两种 心中的智慧的担当 一个是念念之间 能够成其所作 第二个是念念之间 根本不多已不住 那才叫解脱 那是明白一体啊 那你要明白那一体时 你会忘说 太义知道太初 太初变化太实 像我刚刚这样子一讲完 你心里都会讲 太义下来就太初 它变化的 太初变化就是太实 我们过去 众生的语言太深沉了 众生的思维 这种角度太沉闷了 所以永远 只要跟你讲 跟你讲述 你永远都是套成 如是公式 所以故意拿这些 你能够听得进去的 这些心性之中的变化 这些法效 你都还要你去慢慢去认 原来在那个根本的太极 那个心体真深处的 那一个根本本来 从觉入觉那个动起 最初的缘起 变化时叫太义 政变时叫太初 那不管是太义太初 其实就是一体的变化 那是根本一体的 不是太义变化太初 太义根本不会变化太初 太义尚且都是决心 随缘所说的立的名字 决心随缘所说的立的名字 不是他在安利下面的名字 他自己都没有一个 自己的名字可立 是因为原觉心故 一如是大觉故才立如是名 一如是根本的智慧作用 才立如是名 所以这一如是根本的 决体的智慧 所立的名字 你不是拿着这个名字 还在那边妄想 以他的名字延伸一切名 不是 你要是真正抓到 有个太义的话 你是在这个立名上面 抓着这个名字而名字 那太义就不会变成太初 因为那就是太义 就是名字 那名字就是名字 他怎么会变太初呢 既然不能变 那心性就没有什么 心中就是你的感受 你的感觉 也就没有办法 真正一步一步向下安部 心若是不能向下安部 你哪有决体吗 你还有什么感觉 你连感觉都断灭 你连感觉当下都断灭 所以当下就讲到 这就是佛性 所以佛性当前 你才能够明白 原来站在决体上 才能够明白那个安部 叫佛华眼 所以站在决体上 能够明白那个安部 就在那个明白 那个安部处 它处处都是决体 才叫做佛华眼 所以这里面就是打破什么 打破众生过去 无始劫来 在心性之中 因为不能了了之 了了见过 不知道心性就是如此故 所以随你的心性之中 本来都是你的万德庄严 是你根本决体之中的 本来的作用 但是就在本来的作用 给你一个名字 你就被这个名字迷惑 给你什么名字 给你一个尘 你就被尘迷惑 再也跳不出尘中的束缚 那一般外道以为有尘 红尘 滚滚红尘 那我要跳开尘 我跳开尘以后啊 我再找到一个心中的亲近 你若是已然知道 已然明白 师父刚刚前面跟你讲的 你就知道那尘怎么跳 尘要跳了 绝体都没了 尘哪里跳 绝体现绝时叫做尘 只是在尘中 你抓着这个尘像 你念念不明了是绝 不知道是佛华言 受此 受如是尘中的种种 七蒙 那将来你说怎么样 超越红尘 跳出红尘 佛门之中说的跳出 是你全然还 如是尘中一个名字 原来这个尘就是什么 就是大绝本来的根本元气动气 你在尘中那个名字不必变 但你明白它是绝 不怕有这个尘的名字 就怕你不知道它根本一体是绝 就类似于在尽色 尽子献色之时 你若是不知道尽体 你一定会随尽色 种种的幻想流转 那你想要离开尽色找尽体吗 绝无是处 那将来如何能够真正 跳出尽色 对你的种种幻想的束缚呢 你就在尽色体上 你明白那就是尽体 你在尽色现象上面 明白它就是尽体 将来你真的明白尽体时 你一样可以现色 你一样可以担当色 你不是有个色可以让你去剥掉 不是有个色可以让你避开 镜子尚且都是如此 如是解释 如何修心的人 你还妄想跳出 用众生的语言说的那种 跳出红尘 将你明白是不能够用众生的语言 跳出那个红尘 你当下就是会老老实实 重新解读 什么叫做尘这个意思 叫做尘意 尘的意思 你若是真正老老实实 重新解读尘的道理 你就能够明白 然此一尘 与一切法各不相知 亦不相见 下面那句 何以故 由各个全是圆满法界 普遍一切 普遍一切更无别法界 所以何以故 由各个全是圆满法界 圆字是哪里 圆字在哪里说 圆字在统设上说 统字统就是统一的统 统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脉流出是统 就是一脉 绝无二法 那才叫做统 射是全收 一脉流出全收叫统射 那才叫做圆 那个意思就是 你要用得到这个圆字 每一个感受现前时 每一个晨起当下 每一个起心动念 就在你现在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里面 你体会绝体了没 你念念明白绝体了没 你要是不明白绝体 你不要认为说 我现在师父讲这个声音 你可以不明白 我告诉你 你不明白就是凡夫 将来这一生 这一起果报完了 将来要投往何处 你都做不了主啊 可怜人而已 你今生就在 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若是明白绝体了 你要是明白绝体时 你就能够担当一切感觉 那一切感觉就是你做主 一切感觉就是你做主 生死都在感觉 六道还是感觉 既然你做主 那你当然做主 六道你做主生死 切莫辜负此生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有在这个上面 另一切之间 其实叫做各个都是 全是圆满法界 所以刚刚讲到圆满的圆字 叫统设 那满字呢 叫周全 你在这个上面 一满全收 你清清楚楚 是满 你再也不无疑无虑 没有怀疑 那叫做满 那叫做圆满法界 所以那叫圆满法界 所以叫普射一切 更无别法界 什么叫圆满法界 就是一切法 所以我想那个法界的法字 它不能拿一法来量 就是那个最初的 诀体 动起之识 那个戒字 你也不能拿任何种种戒来量 它能够戒分一切戒的 这个法界 你不能说它是哪个戒 因为你不能说是 它是哪个戒的这个戒 所以它才能够为你 献出一切戒 献出一切戒时 就有一切法的感受 一切法的感受 因为有如是戒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若是不自在 你若是不明白时 你就会怀疑 因为站在这个法的戒中 去想另外一个法的戒时 你就会起成好像什么 拿着这个戒 去遥望笔戒 拿着笔戒来相见 来相知此戒 就会起成 如是妄想妄见 妄知妄见 你要是不习惯 你将来念念之间 就是在念头上面 起成妄知妄见 起成幻想 你那边有没有收进去 那边有收进去就好 今天你想是没有电 这个没有换电池 这个刚有换 所以你明白那个法戒时 你就会知道那一切法 都是原来的法戒 它虽然现出的现象 种种不同 黑有黑的戒 白有白的戒 黑现出黑戒之时 它只是帮你彰显 根本圆满法戒的作用 就像镜子现出镜色来 再黑再白有差别 可是任其差别时 不就是它在为你彰显 镜子根本无差别的 担当跟性德吗 所以一体的作用 既然是一如的作用中 你才能够明白 现差别时 也是更为你还设 一体担当时 镜体现色之时 都是差别 但是就是在这能现差别处 你才知道镜体的无差别 才能够知道镜体的无差别 决心也是如此 你能够现出种种不同的法戒处 那才是什么 你才会知道 那就是现出一切 你根本不能拿任何法戒 来妄想 来妄量的心中的法戒良意 所以每一个都是什么 每一个差别处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你一体根本的 那个性 自性之中的根本 圆满法戒 都是那个圆满法戒 所以这个圆满法戒中 普射一切 更无别法戒 哪有别的法戒 现出似乎有差别的 种种不同 所以在众生的妄想上面 在浅妄知妄见之中 你以为有种种差别的 不等法戒 但是事实上这个不等的法戒 就是一法戒 此合成有二法戒 所以华言经就告诉你 一真法戒 决心里现出种种感受的不同 能够现出感受的不同时 你是真正在不同之中 知道不同的吗 那个不同根本不知道 能知道的不同的那个知 从来不是不同 你现在抓着能知道的根本 能知道从来不是不同的这个知 却现前的却是种种不同的感觉 你却抓着这个不同的感觉 你拿着这个不同的感觉 想要说我抓着这个不同 以为从这个不同之中想要去量 想要去知 想要去见 那是 那叫做愚痴 因为你不可能 从那个不同中能知什么 今天你在那个不同的感受之中 你觉得好像不同的感受之中 我也可以知道别的感受啊 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你站在不同的感受当前 你知道别的感受的那个知 也从来不是你这一念 不同的感觉知的嘛 那是你本来那个觉体 原理不同的感觉能知一切 而不是你这个不同的感觉 知道一切的 听得懂吗 所以将来你自然就会在什么 在一切烦恼差别时 你根本不必在烦恼上断 你绝对不会在烦恼上断 你只会当下知道 其实烦恼就是绝嘛 我绝的黑是绝 绝的白也是绝 不是黑知道白 不是白知道黑 能知道黑 能知道白的那个绝 从来不是黑白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就在一切烦恼当前处 你明白是绝时 烦恼自消 烦恼自邪 所以明白 在烦恼现前时 你明白是大绝体时 烦恼自歇 这才是汉传佛教 讲到大圣佛法之中 直下道家的法门 叫什么 叫烦恼即菩提 那你会说法师不是 讲到转烦恼成菩提吗 佛门之中讲的转烦恼 是让你知道根本烦恼即菩提 因为你知道根本烦恼即菩提 你将来才能转烦恼为菩提 这些听得懂吗 不是叫你真正有一个烦恼可转 而是最初确定明白要转时 你因为你面临之间 你已然要转如是烦恼 所以才能够教授你 其实烦恼当下即菩提 当下即菩提也不是讲空话 也不是讲空谈 当下即菩提就是让个行者念念就在这个烦恼意念先前时 你是不是能执下担当 明白 觉得烦恼的 觉 你不是跺在烦恼之中 妄说种种知 妄说种种见 所以光今天这一句 如然此一臣 于界法各不相知 亦不相见 何以故 由各个权势圆满法界 你要在这句话说是 你能够在心体之中 于如是臣 如是法界 这些名字 这一些名相里都能够圆融在心中 念念解释清楚时 你将来早就 开始下手出就不同一般了 虽然还是初学 但你这个初学早就不是过去一般凡夫 老是听那些世界妄想语言 甚至于你会知道原来自 不但是我们中国的自己 这个汉人的这些祖先讲的这些信德 所以自古以来 只要是圣人 初世间的圣人 都是在如是心性上面 为你建立的 绝不是像现在有什么声音 怎么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真神 一个神灵 哪来的这些语言 你还是在心外攀缘一种力量 你根本不是在自信之中 你根本 你根本不是在心性之中 直下弹道 所以你只要是有一念不在心性之中 念念回光 念念如实去猜 你将来于如是大道 原意 你只要有一念念念之间 以然之道回头去任如是决体 纵然现在叫做初学 但就从现前的这些发心 这一念发心 以然离菩提道就越来越近了 那才有菩提道见次 那才能够起承见次 今天音响太差 我就不必再多讲 是插头没插好吗 还是怎么样 你中间有隔一个那个吗 怎么老师出问题 那些没有保养好还是怎么样 生死势大 大众好自参知 愿意此功德 愿意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功成佛道 阿弥陀佛